尝遍日本100碗面的第6碗 盐味鸡汤拉面 自从有了100碗面系列 就有了被催更的压力 但一碗拉面的热量 对减肥中的我来说真的不容易 今天和老五特地找了一家 味道比较清爽的高分拉面 高分店就是自信 只做盐和酱油两种调味 你们吃拉面的时候 喜欢盐味还是酱油的呢 都说他家上菜真的快 果然坐下屁股都没做热虎就上来了 先上的是老五的叉烧酱油拉面 配料简单 一片海苔四片叉烧 撒上点葱丝 再来几根笋条 整碗面很标致 想到之前吃的那几碗炸天的面 这才是日食拉面该有的样子 我点的是玉子叉烧盐味拉面 也是这家店获奖的招牌 整碗面都泛着精光 用的是日本最适合 炖汤的天草大王鸡 炖出来的汤晶莹剔透 汤清油香 软中带着爽劲的细面 挂着些提香的柚子皮 叉烧的肥瘦也刚刚好 配着鸡汤太对味了 重点来了 边上有两勺双桃酱和松露酱 刚开始没太在意 吃的过程中 香味都慢慢渗进了汤里 从鲜到香逐渐逸增的口感 我给他取了个新名 海若空三鲜汤底 不知不觉喝了个精光 喝完后还想厚着脸皮 喝店员再要一碗 这家店开在神宝丁附近 已经是连续两年 米其林指南推荐的餐厅 塔贝罗库上3.95的高分 放在拉面基站区的东京 也是很难有对手的了 关注我一起吃遍日本美食